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唐僧就是金蝉子的转身真身 唐僧就是金蝉子 金蝉子就是唐僧 出一听 好像没毛病 但戏一想 就差太远了 首先 唐僧是个肉体繁台 他也曾杀死了害他父母的水贼刘宏 他取心的目的主要是听从李世民之命 为唐朝开水路大会 而金蝉子却完全不同 李世民对他没感觉 他一心只效忠师父如本 他也没有父母 一切做事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成佛 所以 灵云路之前的唐僧其实是个双重体 既有唐僧的思想 又有金蝉子的思想 再简单一点 鸡蝉子的思想或灵魂强加到了凡人玄奘身上 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 不知大家注意没有 取经路上的唐僧完全就是双重性格 有时性格坚定 不到西天不死心 任何困难都下不到他 而有时呢 则软弱农包 动不动就哭 动不动就给邀王相贵 这怎么可能是如来二徒弟的风范 所以说 取经路上的唐僧其实就是两个人的合体 这一现实景啊 一直到灵云洞 才彻底解决 我们来看 灵云洞发生了什么 先是有一根独木桥 过去了就成佛 孙悟空在上面跑来跑去的 但其他几人却怎么也不敢走这独木 正在这时 有一个老头开了一条船过来 唐僧一见 非常高兴 马上就要上去 但戏一看 却大吃一惊 原来船是没有底的 这个时候 我们来目的地唐僧的表现 三藏见了 又心惊到 你这无底的破船儿 如何度人 接引佛祖自然是一番吹嘘 但唐僧还是不敢上 他自然是不敢上了 因为身体里的唐僧已是早马上要被杀死 他怎么想去送死的 孙悟空不懂他这个心思 插着脖子 往上一推 那师父踏不住脚 咕噜地跌在水里 早被撑船人一把扯起 站在船上 师父还抖衣服 坐些脚 抱怨行者 行者却引沙僧八戒 鲜马挑战 也上了船 动力在周汉周唐之上 那佛祖轻轻用力承开 只见上溜头秧下一个死尸 这段话非常耐人寻味 唐僧上了无底船 却留下一具死尸 按揭引佛祖的解释 他原来的是繁体 不能进灵山 但我们不要忘了 猪八戒的身体不仅是繁体 而且还是猪体 是他抢人家小猪猪的 可是 为何他的肉身没有留在凌云度里呢 这说明 无底船真正的目的 可不是繁铁换仙体 而是为了杀死唐僧 让金山子解放出来 上灵山取经 如果不相信他 还有一个证据 唐僧取经的目的 前面说得很清楚 就是帮助李世民开水路大会 但是唐僧取完经回到大堂 他刚打开经书 准备念 就听到八大金刚在天上喊 送经的 放下金卷 跟我回西 去也 这底下行者三人 连白马平地而起 长老一将金卷丢下 也从台上起于九霄 相随腾空而去 原路中 这长老是将金卷丢下 直接从台上就到天空中 回去等着封关了 他为什么不念 或者八大金刚为什么不让他念 因为他不是唐僧 是金蝉子 金蝉子是没有义务替李世民开水路大会的